你好,中美爭霸 出版日是8月30日 8月30日的上午6 我一起床就看到王之锋被捕 看到周晴被捕,陈浩天被捕 我突然间也有莫名的兴奋 但是我应该比较晚些才会读回政治揭露 去讲这三宗新闻 但是都是莫名的兴奋 在一个兴奋的心情之下 我们讲中美争霸,讲国际的事情 我想最均共的事件 就是Boris Johnson,约翰逊 在英国竟然宣布 叫休闭议会 我觉得不准讨论啊? 他一说休闭议会 我就感觉英国的报应来了 为什么呢? 原来他即时说休拜议会 就有很多英国人,很多城市 人民上街 那些留欧派上街 就指着Boris Johnson 立刻就烧他的画像 说了粗口 又说什么破坏民主 我觉得真的 而且他说休闭呢 休闭议会休闭到十月十四 剩下两个星期 才可以国会讨论脱欧的问题 这整个月这样玩呢 英国的人 就会搞事 我很期望英国的人 有没有抗争 现在拿了一篇 然后竟然会搞事 拖汽油弹 举几队 摆以后 一方面最好 那些人都会蒙面 什么都会来 然后你可以玩整个月 如果Boris Johnson 为了硬脱欧 还不管他 可能就去英国 起码有整个月玩 然后呢 如果10月15日开议会,议会不够时间讨论,怎样处理硬铁钩呢? 那两个星期更加糟糕,全没斗 我真的...我也是神信线提升的,一听到 哇!报应!报应!报应! 我先给你看一个图 这个图告诉你时间的 9月3日议会是复会的 但是复会呢...3日至9日可以有一些讨论 但是讨论完之后呢 那个...重新的休会呢 9月9日开始休会 就会是休会期重新开始 就是在9月10日开始重新休会期 会到10月14日 这个情况就是这样 如果你看这个图来说 9月3日至9日呢 有七个工作天 英国议会呢 就会好像香港的... 反修例啦... 的暴动啦 开始之前在议会里面打架 就是说呢... 3日至9日呢... 工党的葛耳宾和整堆人呢... 那些留欧派呢... 就... 就会在那段时间呢... 想尽快... 去... 通过不信任段议呢... 但是... 他一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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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民暴动啦... 哈哈哈... 不要说我黑心... 但是事实上是会的嘛... 因为其实英国很多人民都说 形容硬脱欧是世界末日嘛... 形容硬脱欧呢... 但是你骂一下文徐山... 文徐山会跟你... extend的嘛... 他无穷的extend... 我不管啦... 还没杀到你嘛... 波杨森是... 说... 个个形容跳崖的脱欧... 他说... I like it... 你说多有兴奋呢... 你听到都觉得兴奋... 所以... 我又看看... 我现在是在这些怀疑... 第一... 英女王批准这个... 9月10日开始的休会期啦... 究竟英女王的家族... 究竟是不是有没有买英镑跌呢... 我真的有点可疑... 但是... 其实呢... 他们现在说... 英女王呢... 是Dummy来的... 所以... 英国首相... 说什么呢... 他都会赞成的... 因为他说... 所谓的... 君主立宪... 还有... 他是... 他是... 虚位元首... 虚位元首呢... 就是... 手相说什么... 他就照... OK... 这样咯... 但是... 我现在觉得... 很有可疑... 就是说... 英女王呢... 其实... 可以说... 考虑呀... 可以说... pending呀... 可以不理解... Boy Johnson的休会期... 質疑他有没有破坏民主呀... 这样... 其实... 说真的那句... 一个虚位元首... 是不是... 应该... 完全没有政治立场呢... 是不是... 但是... 现在呢... 他是很顺滩地... 呃... 呃... 批准了... 约翰逊这个... 9月10日... 以至于... 10月14日的休会期... 那么... 这个这么顺利的休会期呢... 带来呢... 其实就... 脱眼脱钩呢... 就一定... 可能会成事... 但是whatever... 怎样都好... 我就... 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英国... 会不会... 呃... 呃... 现在呢... 变成了呢... 约翰逊呢... 就变成了一个... 反对民主... 人权的人... 因为呢... 其实呢... 这个呢... 他们说嘛... 英国街头的人说... 这个是政变嘛... 其实呢... 这个是很类似... 希特拉... 希特拉呢... 就选赢了... 做德国总理... 1933年的时候... 他选赢了之后呢... 希特拉做了一件事... 就是... 萧毁了国会... 那国会... 萧毁了呢... 他就宣布了... 緊急状态... 那呢... 跟着呢... 就独裁... 就变成了独裁者啦... 而Bord Johnson呢... 其实的动作呢... 可以比美希特拉的... 因为呢... 他close down了议会嘛... 那... 这个呢... 我觉得真的是十分之精彩的东西... 大家呢... 就... 呃... 我们会继续留意啊... 因为... 如果英国... 法国弄了黄背心啦... 到香港就遭殃啦... 那英国... 这次英国脱欧呢... 就... 如果有一系列的示威呢... 就应该不是美国佬给钱的... 因为英国呢... 美国佬赞成英国呢... 是脱欧的... 总之这个情况呢... 我们拭目以待啦... 因为... 听到都兴奋啦... 看下... 看下... 首先会不会有议会打架先啦... 英国从来... 我没有听过... 英国人在议会里打架啦... 我希望会不会有些突破... 啊... 香港就打过啦... 那帮契弟... 那英国议会会不会... 好民族就就... 懒是有人民的紳士... 在议会里脱抽呢... 那样... 如果有的话... 我觉得都是一个历史的纪录... 啊... 我都是觉得... 啊... 我觉得... 我觉得他很妙... 啊... 就是我... 我在这里幸灾落祸... 啊... 那OK... 英国那里呢... 先讲到这么多先啦... 看看呢... 硬脱欧是怎样啦... 啊... 那你不要乱沽欧罗... 不要乱沽英镑哦... 因为这堂事真的不知道搞成什么的哦... 啊... 嗯... 除了这堂事之外呢... 其实呢... 我自己... 有一件事呢... 就是早几天发生... 就是G7在法国开会... 那G7在法国开会呢... 其实都很好看的... 这件事... 因为呢... 其实就... 呃... 整个G7被人感觉呢... 就是散碎碎... 没有... 整个西方的阵营呢... 没有办法团结... 马克龙呢... 就... 其实是这样狂玩东西的... 第一呢... 就是他... 马克龙呢... 在开枝室之前呢... 他是约见了普京... 就是俄罗斯... 那其实两个人究竟针了些什么... 我们是不知道的... 但是呢... 法俄的关系呢... 其实就是有改善... 其实美国是不喜欢法俄关系的改善... 但是马克龙呢... 在这个过程里面玩东西... 他就说呢... 他邀请... 俄罗斯呢... 重返这个G7... 变成G8... 现在还没重返到... 还是叫做G7啦... 俄罗斯呢... 在2014年呢... 原本是在G8里面的... 但是因为入侵... 克里米亚呢... 就被G7呢... 赶走了... 其实呢... 俄罗斯在G7里面呢... 其实... 我想... 普京由2000年开始登位... 去到... 2014年... 他在这十几年里面去G7呢... 去G8呢... 其实呢... 那几个... 成员国呢... 就是... 七大工业国呢... 其实对俄罗斯都是很多疑虑啊... 经常玩他的... 那现在呢... 呃... 可以说... 俄罗斯呢... 离开了G7之后... 就是离开了G8变成G7啦... 他事实上的日子过得很好啊... 因为... 有很多东西玩... 就是如果在外交上面... 金砖峰会啦... 金砖四国啦... 就是巴西啦... 中国啦... 俄罗斯和引渡啦... 加上南非啦... 其实是很多东西谈的... 亚太惊合啦... 亚太惊合啦... 亚太惊合一向都有啦... G20... 很明显现在这个世界呢... 呃... 在89年... sorry... 2008年呢... 这个次案出来了啦... 那呢... G20就开始... 就开始崛起啦... G20就早点已经存在了... 但是... 由于中国是长期都拒绝... 加入去什么所谓的G7、G8啦... 那所以... 中国慢慢... 国力提升之后呢... G7的代表性越来越低... 而中国一不参与呢... 西方呢... 根本就没办法主导的话语权的... 中国很有策略地不参加... 那呢... 那时候... 08年... 布殊是见到... 那次案风暴的而且... 对... 对... 对世界和美国的经济呢... 是... 有威胁啦... 所以呢... 就... 全力... 去开钱... 美国都肯... 帮助... G20... 因为G20呢... 就可以接触到中国... 埋了台商量呢... 就夹了温家宝呢... 印了四万亿... 所以呢... 这件事都是当年呢... 美国要印银子的时候呢... 它不想自己印嘛... 那你如果只是欧洲、日本印... 而中国不印呢... 它... 它是没有办法... 完成到它那个软着陆的... 在这个经济危机的里面... 十年前的金融海啸当然是很厉害的... 那... 所以... 现在你看... 布殊就... 贵地... 贵猪娜... 迫着要... 捧起... G20... 原本G20呢... 是外长级... 或者更加低级的会议... 但是布殊一捧它... 它就元首落场... 接着呢... 中国就更加落场了... 那么... G20变成了... 世界元首参与的成会... G7呢... 地位就慢慢... 就越来越低... 本来没那么差的... 去年就出了一张照片... 就是说... 直接就是... G6加1... 因为... 特朗普常说要搞关税搞其他的... 兄弟嘛... 那... 现在G6可以... G7呢... 就变成了呢... 其实就... 他们西方国家的阵营里面... 互相排斥... 交锋的地方... 根本都团结不了... 英国呢... 就个心只想着... 要脱欧... 怎样... 在那里绿电德国法国... 德国法国呢... 就见到美国经常搞关税呢... 其实基本上经常想方法去... 刁难... 特朗普... 最精彩的呢... 就是... 呃... 即是... 来了题不要紧要... 本来在讲... 俄罗斯入不入... G7-8的问题... 但是你想起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啊... 马克龙又玩东西... 叫了伊朗的外长... 扎哈尼... 类似这样的名字... 对不起... 我... 没抄下他的译名字... 但是... 伊朗的外长呢... 其实... 在美国较早之前呢... 就说是制裁他的... 虽然那位外长呢... 在外国呢... 他自己呢... 就没什么财产... 但是美国就宣布呢... 就是... 他这个外长... 他有的资产... 如果美国有资产的话... 就会被凍结... 多搞笑呢... 他说... 喂... 伊朗找个人跟你谈... 反而你美国当他是敌人... 当他是贼... 说... 要... 凍结他的资产... 但是那个... 那个外长就说... 喂... 我根本... 我没有钱在外面的... 那当然啦... 他... 美国不止制裁过外长... 制裁哈梅内衣啊... 或者... 伊朗的总统... 全部都说制裁... 那... 其实那个做法呢... 都是... 挺... 挺... 酸下的... 那... 可以说... 呃... 特朗普就说... 他是... 已经被... 预先被通知... 知道伊朗的外长来... 但是... 我是特朗普家... 不想... 他请啦... 但是... 我相信... 法国没得不通知特朗普的... 但是特朗普... 可不可以拒绝... 不... 不... 和伊朗外长同场呢? 是不可以的... 只是特朗普不理他咯... 你说... 其实那个是很肉酸的... 马克龙摆明是批评... 特朗普的... 是... 但是... 但是另一边咯... 一档砂糖一档屎咯... 死鬼咯... 呃... 特朗普呢... 就... 见到... 马克龙说邀请... 普京回来... 那... 特朗普说... 好啊好啊... 邀请他回来啦... 这样... 无条件... 但是... 其他... 其他西方国家呢... 譬如德國、法國、英國,就說,不算法國,德國、英國,加拿大那些 就會說如果要給俄羅斯回來,他要把克里米亞還給烏克蘭才行 因為這是他們一貫的立場,是特朗普不理前朝的看法,沒有原則 但是問題是,如果俄羅斯要回去,那俄羅斯起碼要求西方取消制裁 根本整壇事情變成了玩無聊的事情 馬克龍做可彈砂糖都是虛招來的 特朗普想巴結普京,想有一天聯俄濟中 但其實現在俄羅斯的情況像什麼呢? 俄羅斯是中國的加拿大 因為俄羅斯整個國家裡面,人口不夠,只有天然資源 他根本就離開不了中國 他根本就像加拿大,加拿大有石油,有什麼天然資源都好 他是離開不了美國的 他是近近地,虧了價賣給美國 現在俄羅斯的發展呢 是有加拿大化的傾向 他,現在其實這個呢 除了講G7更加精彩的事情 就是 那個呢 特朗普呢 突然間就問丹麥要拿那個格陵蘭 Greenland 這個也是很離譜的 其實丹麥是歐盟的一個成員國 是歐洲的勢力範圍來的 但是有什麼理由 可以 你在歐德國法國的手上 搶格陵蘭呢? 那為什麼要拿格陵蘭呢? 因為呢其實北極呢 開始融兵融得很厲害 現在呢 北極裡面有很多呢 以前比冰封的天然資源呢 可以慢慢開彩 也都未來呢 很多商業航路呢 不用再經過 一定要經過新加坡這個比較 狹窄的 因為現在世界主要貿易的主要航道 在新加坡那裡的 因為馬六甲那裡呢 有大量的商船都一定要經過那裡 但是那裡有很多海盜 有很多麻煩的事情 也都美國控制 現在呢 中俄來說呢 隨著北極的融兵呢 想大力發展呢 這個 北極洋的航線 基本上省了成本之餘呢 還要一個新的地頭 就不用被美國人收買爐前 或者是敲詐 因為美國的狗 新加坡在敲詐著 中國的嘛 做這些 遠洋貿易的時候 如果用了北極洋航線呢 就反過來變成俄羅斯去敲詐全世界 俄羅斯呢 就翻盤了 但是俄羅斯在北極議會那裡呢 其實呢 世丹力弱 那些西方國家呢 一起想夾它 俄羅斯呢 突然間就拘捕了中國下水 變成了北極議會的監察國 那因為呢 有一塊地方呢 就是屬於呢 在北極圈裡面的一個島呢 是屬於拿威的 一九二幾年北楊政府呢 即是那時候呢 第一次世界上之後比較亂 那呢 就 啊 啊 挪威呢 就拿了北極洋的島 其實什麼都做不到 但是他說那個島呢 是他的 他為了呢 挪威的人很慷慨 就說那個島是他呢 他就邀請呢 當時呢 世界上各個國家呢 都可以共同開發 雖然這個統治權屬於我 但是呢 我是歡迎其他國家呢 可以呢 直接登上那個島的 這個呢 都是一個比較有趣的東西來的 那呢 嗯 等一下呢 我下一節呢 就會show給你看 那個島的地圖給你看 啊 那無論如何都好呢 現在在中國來說呢 它是有權呢 在北極呢 去做一些的開發的 哎呀哎呀哎呀 不好意思 無論如何都好呢 那一會兒再談啊 哈